大家好,这里是李聊,欢迎大家关注精神养生养老 前段时间因为要筹备世界健康论坛 所以间隔了很长时间,让大家久等了 我跟很多老朋友也久尾了 那么在这里向大家表示歉意 同时对大家的持续关注,表示感谢 下面我们就将回归到我们的正常时间阶段 来开始我们新的一段的征程 随着疫情进入了后疫情时代 那么我们的这个李聊的精神养生养老 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曾经很多朋友建议我 在这个节目的风格上可能更大胆一些 说一些个更敏感,更贴近时政的话题 在这里边首先对大家的建议表示感谢 同时有些事情得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和沟通 我本人的消息来源不是追求时效性的 所以在这里边我不太追新闻 有些可能比较关注的热点问题 或者说是时下的东西 我可能会讲一讲 比如说今天我们就要谈谈最近就在中国如火如荼 进行的疫情下的高考 今天我们肯定要谈谈高考这个话题 但是我们不能追时政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节目风格 有每个人的设身处地的天时地利人和 所以这一点来说 我们还是更多的从良知常识自由和责任 这个公民的维度来跟大家做一些个有脚头 有生命力的节目 不是说眼前这一件过去以后就没人理这个节目了 我希望我这个节目 我这里边的内容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对很多人都有好的益处 第二点就是关于我们的尺度问题 因为我面对的受众 很多是中老年人 很多是比较有城府的 有阅历的社会当中的这些人 他们的人生经历相对来说比较丰富 所以他们不太喜欢太两极的言论 无论是多左一点或多右一点 他们都不太能接受 所以我们更多的是从比较理性平和 比较客观的角度来讲 那么再有一个 我觉得就是说自媒体是一个万子千红的大花园 里面的各种声音都有 有这个疯狂舔菊的 也有反对面破壑大骂的 那这里边你只要不违反油管的社区规则 那么都是您的自由天地 那么我想对于我们比较客观理性的这样一个自媒体来讲 保持我们的风格 那些个地方由别人去填补 同时我们有些话也未必把它说得很明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有些事是您懂得 有些事也没有必要 我们说中国话 无论是我们说这个图画 还是我们的文字 我们都讲究留白 我们给别人留下发挥的空间 给别人留下思考的余地 尤其是将来我们条件成熟的时候 开这些个直播互动节目的时候 更要给别人留下讨论的空间 所以就像做中国话一样 把它留一些白 不把话说满 过去讲世人只说三分话 留给七分带人平 所以我们想还是不要把它做得太满 对各方都比较好 我们说中国的这个中字 中就是不偏左不偏右 不偏上不偏向 让各方都有余地 这样的话彼此之间都好相处 各自的路走起来都比较宽一点 所以这前面我就说点题外话 再一次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 欢迎大家对我的节目 持续的给予热情的支持 今天要谈一谈 稍微应景的一个话题 为什么呢 因为在疫情之下 非常不容易的高考 正在这个水灾的威胁下 正在高温的制考当中进行 对于这些个梦想着 能够通过高考 这样一个鲤鱼跳龙门的 这么一个机会 改变人生轨迹的人的来说 这些深深学子们 本人是感同身受 你对于我来说呢 我是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 初期那几年参加高考 并且成功的当年就获得应届录取资格的受益人之一 从这点来说 我们讲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有切身的体会 也就是说如果在文革期间 在毛时代 在那个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时代 我们这些个平民家的孩子 那么被选上的几率很低 那即使我们今天讲 高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从有职知识的共识来讲 还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 在中国大陆最清廉的制度安排 这里我要讲的呢 就是我们这些年的高考 逐渐这种最清廉的制度安排 在受到了非常大的侵蚀 比如说我们前些天 大家吵得沸沸扬扬的 以这个狗精为代表的 这样被冒名顶替的这样的事件 光山东省还不止一宗 那我们今天讲这几百宗被揭露出来 那背后山东省和全国其他的省份 被揭露的和没被揭露的 一共有多少人的命运 因为这样一个非自身的不可抗力 而发生了逆转 这些人说实在的 非常非常的冤枉 社会对他们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我们今天说啊 穷人家的孩子想翻身呢 非常重要的一条路 弄不好到现在都成了唯一的一条路 就是高考 因为高考是一个非常相对来说 很公平的选拔机制 当中这种利益交换 以前呢我们都知道 我的孩子安排到你的单位 你的孩子安排到我的单位 这样互相利益输送 后来呢就转了一大圈 张三安排李四的 李四安排王五的 王五安排赵六的 到时候转了一大圈 你发现他们之间没有连带关系 但恰恰这样的一个人才的互相照顾 这样的一个家庭身世之间 互相的这种交流 就是在一定圈层内流动 所以这些个无门 没有这个什么大的背景 只是说自己学习成绩好 自己很出类拔萃 这样的人被选到 他该待的那个社会岗位的概率 会越来越低 加上前些年 我们爆出来的这些个 什么学办事件呢 实际上黑命贵这种事 它不仅仅发生在今天的美国 在我们的这个高等教育的 对外交流领域当中 就有黑命贵 而且早就有啊 尤其是都是这些个 优质的高等学校的资源 拿给了这些所谓的 第三世界的国家 我就不明白啊 这种对外交往 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公平选拔的基础上 你不能说他那笨的要命啊 而且呢 本身你还要贴着非常大的这种财政支援 然后他来中国来到中国来读书啊 目的是为了干什么 是达到了一种政府的什么某种目的 如果说当年和这个台湾的那个政权啊 进行争夺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拉住亚非拉啊 那个时候是一个社会背景 那个现在你已经是联合国武偿了 你已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你在玩这种超国民待遇 那么你的这个执政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说高考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安排 但是我们再看 现在已经在被默默的侵蚀 一些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领域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腐败现象 那么现在我们说跟我三四十年前的高考已经有相当大的差别了 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啊 一旦被录取以后就是天之骄子 可是今天我们说进入大学那一天开始 你就开始为自己将来的毕业出路发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那这些个凭本事 从自己最底层梦想的翻身的这些个深深学子们 再遭到很多的盘外招的算计 这个社会的天理何在 即使啊我们经常诟病的那个所谓的君王时代 所谓的这种科举制度 什么朝为天舍郎 目登天子堂 那个里边的尽管他考试的内容我们不说 他有些这种八股文章啊 这些华而不识啊 但是总体来说 他的这种社会选拔人才的机制的公平性和稳定性 还是值得称谓的 尤其是我们说从秦啊 一直往后逐渐到了唐啊 随啊这一代这个科举制度慢慢成型 一直到延续到清代 我们说这几百上千年里来的这样的一个科举制度 总体说来它是稳定的 但是你看看啊 我们从五十年代啊 开始进行招考 那么到了文革期间就干脆就停了啊 不光大学不办了 而且炒到中学也停办了 好不容易啊 到了77年之后 逐渐恢复了高考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高校在扩招人们这个登上高等教育的这样的机会会逐渐多 那么高等教育呢成为普通的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我们看仅仅只有四十来年的时间 这个制度某种程度上已经被腐败被不公啊 所侵蚀 有些地方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不公现象 这样一个过程啊 让我们这些个想为国家为民族效力的人来讲 清何以堪呢 我们讲一个国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财务方面经济方面的腐败 但是最大的腐败就是用人的腐败 最大的腐败就是励志的腐败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够容留一流的人才在你的国内 那么最大的损失不是资金外套 不是项目外套 不是企业外签 最大的损失 就是人才的外流 杰出人才的精英 不能够在你这个地方容身 他要离开 那弹劾吸引全球的精英到你这里来呀 所以我们说二战之后 美国和苏联瓜分了德国 那当然从先进的技术来讲 苏联得到了很多的设备 得到了很多装备 美国呢得到了很多一流的人才 所以在二战之后啊 这七十多年的时间里边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竞争的过程当中高下立判 原因是什么 原因主要的就是因为人才的不同 所以今天美国只有244年的建国史 但是美国持续拥有着吸引全世界一流人才的能力 这个就是美国现在和将来被大家看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得老人讲过文革期间的那些个高干的孩子们 他们可以随便去选学校 到了一个学校以后念着不好 可以随便去选专业 可以随便的跳专业 甚至随便的跳学校 这样的例子我想屡见不鲜了 但是呢 经过文革之后 我们从七十年代末期恢复高考以后 这样的事情就被很好的遏制了 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电力一解 虽然他有很好的家世背景 但是他学习成绩那么不好 他就考不上清华 他就考不上北大 所以他只能去什么大去学习 这就是那个年代 通过这种非常好的高考制度的设计 而对这些个权贵阶层的钳制 但是现在我们看这种钳制作用还有吗 应当说 今天的社会不公 表现在人才选拔机会上的不公 表现的越来越明显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啊 一个国家要想昌盛 一个国家和民族 要想从未来能够赢得主动权 一定是一个上至下渝的人才结构 那当然最好是上至下也至的人才结构啊 这个至就是智慧的至就是最顶尖的人才一定是在国家治理层面上发挥作用 那么相对平庸一点我这个鱼倒不是愚昧啊就是相对平庸一点人呢 那么在最底层发挥他们的作用 这样的社会的人才架构的构成相比较而言的就是比较合理的 那么最糟糕的呢就是上于下至啊 也就是说上边掌握权力的是一群蠢货 而底下的一帮人呢恰恰是报国无门的智慧人士 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最后结果就两条啊 那么上至下渝或上至下也至将把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带向复兴 将会赢得全世界各国家各人民的尊重 那么如果是上于下至将把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带向灾难 这既是历史的启示也是常识